遊戲開始了 嘿喲 聊四季 天梯的同心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OK 先來看一下黃色 選擇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黃金 是每研發一個科技都會獲得20黃金 而且冰工廠的科技研發也不需要黃金 所以他可以省下大量資源 後期也可以轉成西班牙人征服者、火槍、遊俠 都是非常適合的 西班牙人的生侶有這個傳教士 只要點一下異端邪說的話 可以加快生侶的招響速度 接下來介紹一下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升級時代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不管你是要升封建時代、城堡時代、地龍時代 速度都是最快的 那馬來人後期有四則大象 那他的大象造價非常便宜 但是他沒有二級馬卡 也沒有三級馬卡 也沒有這個品種的關係 所以大象用起來會比較薄弱一點 但是他價格非常便宜 只要帝王斯坦能夠點下精銳毛像夫之後 大量生產大象讓敵方是非常難解的 而且馬來他是唯一一個毛像夫 可以用異端血術的文明 那馬來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免費的步兵鎧甲 步兵鎧甲是免費送的之外 他的弓箭手也有拇指環 所以他整體來說 算是個全能型的文明 生侶戰的話也是馬馬捕獲 也不會太差 算是可以用的情況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配置 那Viper這邊是十個人口的時候 才去蓋伐木場 那這邊是MBL對上Viper 最近這些職業選手跟頂尖高手們 都在天梯上有稍作練習 所以我們最近頻道會比較常看到 世界冠軍互打的畫面 那MBL這邊是一個正常的三人伐木 那Viper這裡也補到第三個人伐木了 這次伐木斧的算早 那這麼早就補到三個人伐木 有可能是要轉這個黑棒棒快弓 但是這邊下這個模仿的話 就不是黑棒棒快弓 那這裡不是黑棒快弓 黑棒快弓是不能下模仿 那有可能是點下封建時代之後 再去補木頭 然後再等到175木 再去轉這個軍營 如果要轉這樣的棒棒快弓的話 就會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好處是可以順便升起裝甲步兵 那缺點來說的話 就是出門時間太慢了 所以很難去照到敵人 那缺點呢 是你月倒出棒棒 封建時代就越晚 好 那馬來這邊是升級上去了嗎 差一點點 點個織布技術 這裡木頭髮的有點早 木頭有點爆炸 好MBL這邊木頭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肉類稍微缺了一些 好補了一個軍營 那MIPER應該是走肉馬開局 因為他這邊軍營比較慢下 走棒棒路線不太可能 好肉馬開 那封建時代上去 MBL應該要看到馬舊 你能看到馬舊就會有點麻煩 好當然是有先預暗槍兵出來先防守 然後馬上補下了射箭場才放地 好搶兵的軍隊開始交戰了 上面先稍微偵查一下 看一下後面經濟支援點狀況 後面有個伐木場 但是有稍微微了一下 好MIPER這邊是繼續撒農田 哇這個農田已經撒了三片了 MBL撒了更多 噢四片田 等一下他沒有撒完就在撒農田 算是偏早期 就去下農田了 好這邊弓兵加上槍兵 給對手有極大的壓Z 這裡果汁可能很難正常吃了 好先直接拉走 給一個射箭場 但四隻肉馬已經到了MBL家裡 這邊稍微繞一下 目前防守來說都沒有問題 都有槍兵在 所以要騷擾到MIPER 騷擾到MBL可能會有點困 MIPER自己也被騷擾 這裡要等毛兵出來 毛兵出來了 可以逼特別對手 待會這個果子可以再補一些村民來吃 這邊槍兵 繼續繞 繼續補了一些槍兵數量 這裡的工兵被收掉了 只剩下兩隻槍兵在MBL家裡繞 農田已經來到12片田了 12片田其實已經蠻夠了 待會再補個兩片田就差不多 那MIPER是拉了一隻村民到後方 控他的木頭 MBL馬上在這高地補了一個劍塔 高地劍塔反推 好 那MIPER這隻村民並沒有往後走 而是繼續蓋了一根劍塔 好 這邊有再繼續繞 村民稍微走出來 但兩邊都沒有死村民喔 防守來說都是ok的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新的劍塔 繼續騷擾 MBL一定覺得很獨小 真的是有夠煩 好 上方的洛瑪 這裡包夾一下 收掉數量 毛兵全死 只剩下洛瑪 好 這邊村民的血量有點慘 差點被射死 好 這根劍塔被拆除了 但沒有往下伐木啊 這裡應該要往下伐木囉 好 MBL點下來一擊射 好 槍兵肉馬 工兵全部往VIPER家裡往前推 那VIPER這邊是有挖石頭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上來說 看起來會比MBL更窮一點點 挖石傷經濟喔 這件事情是 比較 需要大家去記的觀念 這邊石頭呢 是不能拿去 直接換成經濟資源 什麼農田科技啊 挖礦喔 伐木都沒有辦法 除非你把石頭賣了 那你用去賣石頭 那你不離開去挖黃金 對不對 或是直接去挖木頭 所以 挖死傷經濟 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 很明確的概念 好 VIPER這邊有點開稿喔 這個劍塔到處 偷插 結果這個礦區 居然沒有插劍塔 還沒有被MBL發現 好 MBL上面也控一下石頭 欸發現你根本沒在挖石頭 你哪來的石頭 難道是在下面偷挖 好 VIPER這邊總被收掉了一隻村民 好 有MBL優先點下了城堡石帶升級 那VIPER這邊呢 就會很難打 因為他的石頭如果沒有好好控住的話 完了 這裡村民果然沒有控好 被抓到了 MBL一定覺得怪怪的 你在家裡沒有挖石頭 那你石頭哪來的 肯定是在下面這裡的 OK 這邊抓得很好 MBL這邊反應 OK 好 那VIPER這邊被斷石頭的話 上城堡石帶 就只能打一個東西了 那就是騎士了 所以這裡一定要補馬舊 補個雙馬舊 然後 農田稍微還要再補一下嗎 好 農馬往後 跑一下 好 看一下 MBL這邊在幹嘛 MBL這裡是 在存一些資源 而且我挖石頭 好 這邊升到城堡石帶 第一件事情是 點下二級射 還有奴兵的升級 好 待會奴兵也要點 現在有點缺肉 好 那VIPER這邊是 在等待升級當中 先點了一個馬卡 三隻四隻肉馬 衝過來 打個一波 好 收掉了下方的毛兵 上方的肉馬 被逼退回去 MBL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好 這裡蓋一個城門 讓這裡 過來的兵力 會一直撞到城門 然後 受到城鎮中心的傷害 這裡槍兵是有點送掉了 好 這邊升級到 城堡石帶 弩兵也升級上去 第一波交戰 其實VIPER還是受到蠻多的損傷 村民宿已經死了六村 農田這隻村民也被收掉 現在家門口 這些奴兵 有點麻煩 畢竟VIPER在前面開稿的關係 現在支援經濟量來說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村民也是死太多了 感覺會被MBL滾出血球來 好 這裡雙TC開農 那待會挖一些石頭 待會再補一個第三個 城鎮中心也可以蓋這個位置 那MBL這邊的打法 也是標準的開TC上去的 這裡騎士加肉馬 收掉槍兵 用這隻騎士去繞一下 騎士血量掉很快 好 被收光 只剩下一隻騎士應該不會死 因為沒有彈到血 射不到射不到 兩隻殘血騎士拉回家 家裡趕快補一個修道院 很辛苦了 好 第一隻聖女走了出來 先去檢個生物先 好 那MBL 這裡還要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要補哪個位置呢 可以補這裡 野礦區 或是正面的位置 再把這個城鎮中心補在這個位置 就蠻特別的 因為他可能知道 野礦下面這兩個野礦 只要能控制的話 就很好 感覺是有想到這一點 好 MBL 這裡有轉出兩隻 騎士 好 這裡趕快把這個血量補回來 好 兩個騎士應招 好 蓋一下車門 這裡再補 好 死也要遭響到 有機會嗎 沒有 辦法的樣子 哎呀 好可惜啊 這兩隻再稍微嗡一下 應該就有機會遭響到了 好 稍後還有兩隻騎士 直接衝到了上方礦區 三隻槍比主力抵擋 但只戳掉了一隻騎士 MBL 這邊防守 這把做得很不錯 好 這裡射掉 可以再找一下 應該有機會 哎呀 又沒有找到 現在招搶變得穩定了喔 雖然感覺比以前更穩定一些 招搶還是有難度了 然後直接選手反應速度夠快喔 即使拉走 被招搶的成功率還是有點偏低的 那MBL這裡是補下了新的城鎮東西 這時候才補3TC 打的有點算偏保守 反正是VIPER這邊馬上就補3TC開農起來 村民術有點慢慢追到MBL這裡 那MBL這邊會不會追上還是有個原因 是因為他點了手推車 所以村民術本來就會少一點點 兩邊看起來沒有什麼大打鬥的跡象 蠻和平的 而且VIPER也沒有打火槍 CMA的火槍的射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沒有搞這個戰術應該就是不會打 最後這裡要補一根城堡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邊能不能 蓋好這根城堡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點下了前塵科技 前塵 下方的奴兵再次過來擊殺了一些村民 好村民還在移動當中 還沒有決定要蓋哪裡 這裡可以蓋 這裡也可以蓋 選擇一個地方都可以 上面這裡蓋的機會比較高 因為這裡比較靠近抵抗城鎮中心 我覺得剛剛那個位置還不錯 對這個位置比較好 好下方這裡有非常多的爪刀龍師衝了過來 現在爪刀龍師現在有二個防一攻的傷害喔 好免費的二防加上一攻 但是這裡劍塔其實蠻多的 哇這裡要直接硬上了 上面這個城堡應該是可以蓋的起來 頭死車先拆除上方的城鎮中心 這裡硬招 招到騎士的話就可以拆掉頭死車 但是沒有辦法直接收掉生鎳 拉的出來 OK 好 VIPER這裡 再補了一個新的採光能力 繼續開採黃金 好 但是MBL的資源量 肉是更多一點的 沒出多少爪刀 黃金比較多 但是VIPER這邊 經濟有點慘 農田太少了 導致現在身地龍師帶有點困難 然後前方的幾片田也被控制住了 好 這裡五人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但這邊蓋城鎮中心 直接被這坨努力給抓包 哇 八隻工兵 射得超快 如果是九隻的話 就可以一次集火收一隻村民 MBL這邊又拿到了非常好的戰績 五隻村民 抓掉了 MBL這裡補下地龍師帶 時間非常快 只要一分三十秒就可以升級上去了 騎士這裡直接抓掉兩隻生鎮 這裡有少量騎士在抓 採礦工 好 VIPER補了更多的城鎮中心 發現經濟有點重 害上對手 但是這邊升地... 升... 蓋更多的城鎮中心 有點... 危險 講時代的 因為這個時間 對方差不多要升帝王時代了 以他現在這樣補下去的話 離帝王的時間會更遠 因為你會按更多的村民 代表你肉類消耗更兇 除非你村民趕快一直撒農田 再直接撒到五十片田或六十片田以上 才有可能迅速升到帝王 不然這個五TC村民一直按經濟會很慘 好 這邊利用騎士去騷擾爭取一點時間 這裡有少量吸陣 這裡有騎士 三個地方都有兵 這裡成功抓掉幾村 VIPER這邊也順利的 反超對手村民術 120村對上112村 但是MBL已經有帝王時代了 最新頭是自己演技量產出來 這裡用弩兵去射擊這些騎士 最後MBL這邊是被殺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柴東打掉了這兩隻騎士 好 那馬來這邊是打算要轉強弩嗎 三級射補下去了 馬來強弩也OK 這裡串燒 要B陣一下 不B 直接A到底 射掉了弩炮 是要投破血了喔 好 殘血的弓兵 直接有騎士來收掉 好 但這邊有更多的弓兵 來做... 鞋防 好 VIPER這邊 地方是在補下 還有1分半時間 好 這裡瞬間收掉 這台巨型頭巨型應該沒問題 好 但上方的城堡也被拆除掉了 右邊的西班牙征服著 再次來到右邊的實況區 想要來殺老 好 但這裡有少量的弓兵在防守 那MBL也其實是直接拉走 好 那MBL補下了化學 看來是要走強弩路線 沒有問題 好 下了母子環 護衛技術 就是不點強弩 哇 這裡 弓箭很秀 這些弱馬應該吃得掉 好 因為前方有爪刀在坦傷害 所以效果還不錯 好 弱馬全吃 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麥普一生地龍斯丹 馬上頂下霸權 想用村民跟對方輸贏 麥普最近練霸權練得很勤啊 讓自己的村民都變成超派村民 有夠派 村鬥現場 好 西班牙這邊是 還有補下三級的馬開 可能是想要走遊俠路線 好 這裡村民有很多 我卡在這個實況區 有點呆呆發呆了 有沒有事情可以做 好MBL這裡沒有轉強弩 而是轉了大量的重裝長槍兵 生起兵嗎 好 後面有補了一根城堡 後面這根箭塔也是順利拆出條 只剩這根箭塔還沒有拆 MBL 是忘記這裡有一根箭塔嗎 好 那Viper點下了霸權科技 還補下了彈道學冰工產 冰工產這個很關鍵喔 冰工產可以增加對於建築物的 村民對建築物的傷害力 唉唷 對衝撤也會有增傷效果 好 那MBL這裡是補下了強弩跟騎兵的升級 這裡這個吸錦呢 還在右邊想要偷偷騷擾 但這六隻強弩要解掉吸錦非常快速 現在吸錦塔征服者的遠防非常的低喔 只有2-1 這遠防只有1點 可以射直接暴斃 也不是吃馬卡 吸錦全部被收光 Viper這裡的優勢的單位喔 就是火器單位 那火器單位現在沒有辦法壓制的話 遇到強弩 出吸錦很容易被射歪 那如果你出遊俠的話 就會被槍兵給戳爛 所以Viper這邊是鬼轉戰矛 戰矛可以直接打贏強弩跟疾兵的搭配 但是馬來是有火炮的 所以你戰矛兵出去打 也有可能被火炮給點歪頭 那待會馬來再繼續轉大象阿 或者是爪斷模式去解你的戰矛兵喔 也可以繼續推進喔 好 這個城堡應該是沒有機會修回來 上方直接衝到農田地帶 好 馬卡開始把所有的軍力往這邊補起來 好 順利拆掉這根城堡 好 馬卡這邊點下了化學 走一個單純的戰矛路線 現在戰矛打他的配兵組成是最佳儆 那剛好西班牙他的 嗚 這邊直接個關扁獸巨頭 太狠了 直接收掉 不虧 唉唷 有個MBL直接轉出精銳毛相夫 完蛋了Viper 迷轉遊俠跟戰矛是打不已 毛相夫的 這就是馬來的全能型打法 騎乘單位 復兵弓兵都出 這組的相當難解喔 這邊沒有疾病的話 只用重裝騎士是打不贏的 因為大象的傷害比騎士還要高 而且大象的正前方還有小型的擴散傷害的效果 血量上也比騎士更優勢一點 十四加四跟遊俠的傷害一樣 但坦度呢可是不一樣 三百滴血 加上擴散傷害 遊俠怎麼贏 而且還不是遊俠 重裝騎士 完了 這組直接被捏過去嗎 馬來大象地名 他來了的地名就是不一樣 超級速成 好這時候西班要轉出了槍兵 但騎兵升級還需要一點時間 還需要六百黃金喔 而且步兵台甲都還有升級 好 更多大象衝了過來 白盒後面補了一些軍營 但是MBL已經控制了非常多的礦區 現在繼續爆出大象沒有太大的問題 MBL直接獲得這場比賽的勝利 白盒打出了拒絕 哇 下面這個TC算是個伏筆阿 這個TC直接控制了兩個野金喔 讓MBL經濟非常優秀喔 可以一直點出大量的大象喔 還有這個強奴 跟疾病的升級喔 基本上他能升的都升了 都該升的都升了 工兵開家有升或沒升 其實影響不大 MBL這邊升級升級的非常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馬來人拿到了4萬塊5萬的資源勝利喔 那生物的話是差不多資源量的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白盒拿到1.15的KD喔 那馬來這一套打法是真的很強 但是缺點就是太吃驚了 因為你轉出來的兵種太多了 可能會有斷金的問題喔 那還好MBL早早就把這個雙野礦 全部拿下來 讓白盒在上方完全沒有找到任何黃金喔 只能選擇伐木喔 讓他後面有一個小小斷金的問題喔 而且前面這個附金呢 也被MBL給控制住了 只要一斷金喔 遊戲就會結束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下集見 下集已經變成了 5萬倍的火加工 又要買好 又要撕下 小聖字 下集中 下集中 谢谢大家